国际焦点持续来关注乌尔战争 那么持续在巴赫姆特这边激战 现在双方都面临弹药缺乏兵力不足的困境 瓦格纳佣兵团再度向俄军喊话说 没子弹现在只能被压着打 躲在树林里四级而动 两名乌克兰士兵偷偷摸摸拿出秘密武器 一架小型无人机准备起飞升空 乌军熟练的操作无人机 在激烈的巴赫姆特前线 不止比手速更要比准度 无人机投下炸弹 精准命中俄军阵营 无俄交火不断 只是炮弹的用量也很凶 现在传出双方的弹药库存都已经见底 替俄罗斯部队打前锋的瓦格纳佣兵团 不断喊话没有弹药 让他们只能被压着打 另外前线极度缺兵 几乎没有训练有素的军队 究竟是双方内斗 还是俄军自己也死伤惨重 为了补足前线人力缺口 从4月1号起 俄罗斯国防部将启动新一轮合同兵 也就是类似台湾志愿役的招募工作 预计新增40万兵力 同时国防部长肖伊古宣布 三年内俄罗斯军队人数要增加到150万 连学校内的学生都成为征兵对象 俄军把范围扩大到校园 但另一方面 乌克兰军队历经一整年战事 状况也不太好 在战场上 乌军仔细搜索 不放过俄军留下的大量垃圾 试图从垃圾堆中找到空弹壳 因为他们现在也面临弹药荒 面对俄军攻击 乌克兰军队满满无奈 因为迫击炮和重型火炮 他们也都很缺 乌克兰嘴上喊着进行春季大反攻 但这意味西方增加的军援 和训练乌军的速度 都要加快脚步 各国除了军援 持续代训乌军动员的新兵 像英国去年约代训一万人 预计今年会再代训两万人 欧盟也表示将在今年训练三万名乌军 只是即使有新设备和训练 不少官员认为乌军战力不足 恐怕前线发起的攻击 无法构成威胁 乌俄双方战事损耗问题逐渐浮现 士兵数量不足加上弹药短缺 都攸关这场春季反攻的成败 TBS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又将获得西方的最新军援 传出波兰最快将在未来四到六周之内 将一批战斗机移交给乌克兰 详细内容交给这边记者张雨昕 乌克兰方面不断的要求说 西方国家是不是能够提供他们新型的战机 现在比较新的消息是波兰方面表示说 他们愿意提供二制的米格29 波兰的总理他提到说 在未来的四到六周之内 会交付一批米格29给乌克兰 米格29这款飞机 波兰是从1989年开始使用的 波兰的手上总共有28架 因为是二制的飞机 所以对乌克兰来说是比较熟悉的 乌克兰的空军可以马上使用 但这一批交付到底会给多少呢 其实波兰总理他并没有明说 他只提到说可能会低于14架 事实上不只是波兰 包括像是斯洛伐克 他也曾经表示说 他愿意提供米格29给乌克兰 另一方面包括了保加利亚 克罗埃西亚还有罗马尼亚 这些国家 他们手上也都有米格29战机 晚间的最新画面是美国死神无人机 跟俄国战机擦撞坠海 美国晚间 美军晚间公布了42秒当时的影片 这架死神无人机坠落黑海之后 俄军积极地在附近的海域打捞 不过美国说无人机资料已经清空了 不担心重要机密外线 大白天机辅空袭警报大作 就得抬头注意 随时小心无人机袭击 例如这一架 摊开残骸 乌军在不到一周前设下这架无人机 当时机身有装炸药 乌军选择遥控引爆 后来发现这款竟然是中国大陆 民间制造的云轮无人机 里头甚至有来自台湾和加拿大的零件 不是军事用途 淘宝 阿里巴巴都买得到 连网购机都用上 可见无人机在俄乌战场有多重要 而美军MQ-9死身无人机坠入黑海 美俄继续隔空叫嚣 美军最新释出当下影片 两架罗斯苏尔7战机 朝着正在进行侦查任务的死身无人机 飞来倒燃料干扰 其中一架疑似飞太近 擦撞撞坏无人机螺旋桨 螺旋桨看起来当场故障 失去动力 船入黑海的美军MQ-9无人机 俄罗斯已经表明要抢过来 高科技军备 高科技军备美国当然不想平白被捞走 湖南黑海由俄罗斯海军控制 美国目前也没有要求欧洲盟友派船帮忙打捞 到底担不担心机密外线 美国政府对外一边说无人机残骸价值不高 又强调坠海之前操作员先清空敏感资讯 但还是有风险 而俄罗斯这边除了积极打捞也不断呛下美国 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三露面 接待来访的叙利亚总统阿萨德 不过普京并没有对无人机事件发表评论 无人机在战争当中这么的重要 也让台湾政府致力于无人机的发展 中科院日前展示号称台版的弹簧刀 巡翼飞弹无人机 陆军也耗资千万向民间采购微型无人机 在一项国际排名上 台湾无人机的就绪指数 与比利时挪威等九国并列 研发测试中的无人机 供无款六型机 征搜型包括锐员三型 锐员二型无人机 腾云无人机 攻击型的有型飞弹无人机 卫星定位攻击无人机 目标影像攻击无人机 显示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在无人机的运用方面 慢慢有这种针对我们这台海战场的 这个作战环境跟特色 那发展出适合我们使用的这种无人机 像这个锐员二代等等 它未来也可以对我们的长城的 这种武器发挥 同样首次亮相的 红雀三型无人机 可垂直起降 执行情间针与目标定位任务 到控距离比前一代的十公里 增加到三十公里 止空时间一小时以上 还可仇载红外线热项仪装备 我们的军方已经开始重视 或者说中科院这个部门 已经重视到无人机对未来战场的 这样的重要性开始要及其直追了 因为不可否认在无人机的能量上 台湾远落后于对岸 那对岸在有庞大的民营市场 作为发展的这个基础下 所以他们发展了一系列各种军民 用的这样的无人机 无人机带来战场上的一个革命性的变化 那也是让军方跟中科院觉得需要 投注更多的力量在这边发展 顺应全球战争趋势 建构不对称战力 无人机在战场上屡屡建功 国内无人机发展起飞 同时陆军耗资一千多万元预算 向国内三家厂商采购微型无人机的原型机 研判施工陆军特战部队使用的装备 陆军采购微型无人机原型机的标案 分别由中光电智能机器人 雷虎科技 经纬航太科技分别得标 旅约地点位于台中市和平区山区 研判将由谷关特战训练中心接庄 进行机种测评准则研发 在录用微型的部分 主要是针对战场短距离 能够做目标前进的观测 以及迅速的回船 来补充我们地面上面部队 目前的征收所需 军用商规的案子都已经完成 跟不同的军种的签约 那么也陆陆续续的展开研制 会在7月的时候 来进行跟各军种的测评 那么也是有挑战 主要是在去除红色供应链的部分 政府发展第二座护国神山无人机产业 在无人机领域商业智能研究 平台的报告中 台湾无人机的就绪指数名列前茅 那么它分别是由比如说产业的环境 那么包含了法规的试用 以及政府的架构 那么再包含了空域的协调 那么这可以看出来一个国家 在无人机产业的整体发展的环境 是否成熟 以及在产业里面的条件 台湾能够在今年的1月 从去年第三名变到第二名 显然我们受到国际的非常高的肯定 在发展无人机上面 我觉得是具有一定的基础 因为现在目前无人机 大概基本的整体的飞机结构的部分 从飞机的材料到发动机等等 大概基本上都能够完成自制 国内的电子产业 不管是软体像飞控程式 到硬体操作晶片等等 各方面也都可以支持无人机的发展 然而台湾无人机还是有市场规模 原物料缺乏 技术整合能力等问题要克服 但为了提升不对称作战力 把资源投入无人机发展 仍然至关重要 TVBS新闻陈建明 往后与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